看看新闻网 所以今天是最重的一场戏就结婚戏可是结婚戏上会有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 你愿意娶一个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 无数宅男都惦记得你永远打不过 但是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女人为妻吧 思议的几句另类式词逗得柳妍直发笑 既然都被捧上了天柳妍也不再顾忌 大方的向男主角林申献吻 让围观的群众激动不已 虽说这吻看着有些错位的意思 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下 情情我我还是让柳妍有些害羞 导演还没喊咖柳妍就笑了起来 这下可是越笑越错 无奈之下柳妍只得重新服装 再和林申请一次 张亚宾好妹妹正式成为夫妻 看着围观群众都这么卖力拍手 想来大概是里程了 谁知 再来一次 看来导演是有意为前去探班的记者们发福利 不过一次又一次的人机可是气坏了柳妍 说好的结婚都不愿意了 愿意嫁给她为夫吗 不愿意 不愿意有什么用呢 没等柳妍笑场 林申就一把拉过自己的新娘 我宣布张亚宾好妹妹正式成为夫妻 好 一来二去柳妍与林申的婚礼总算办成了 虽说经历了不少波折 但看着甜蜜的婚礼 还是让人对美好的婚姻充满了幻想 但是要是像柳妍那样总当新娘 怕是也要厌烦了 现代剧里面是第三次 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了 一次比一次没感觉 今天是完全没感觉 看着戏里的柳妍有了个好归宿 也让记者不禁好奇 光线一姐的感情生活到底如何 其实去年是有恋爱的 但是今年是单身的状况 去年是承认了的去年 有点短 有点短 不短其实不短 因为我藏自己的恋情藏的很久 是有两年的恋情是结束了 两人分手的消息 让记者有些猝不及防 要知道柳妍这个前男友可是神秘的很 就算在两人公开恋情的大半年里 也没有半张约会照片流出 其实也不是决定隐藏 因为媒体也拍不到 因为她不是公众人物 也不是富豪 也不是那种什么风口浪尖的人物 她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男生 那拍到了可能就以为 她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平凡的工作人员恋情就这样 来无影去无踪地悄悄消失 不过柳妍可绝没有对婚姻失去向往 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是 非常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 因为我很喜欢她 没有想太多 也没有想到婚姻那么远那个时候 现在反而可能是因为想到婚姻 想到更长久 所以希望好好考虑啊 做一些决定 对于口中这个长久的婚姻 柳妍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划 第一步就从完美的婚礼开始 我觉得如果未来老公非常有钱 那我就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嫁给她了 我觉得要做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像工作人员一样的前男友 是没法给柳妍这样一个世界婚礼了 不过把结婚分成三六九等 嫁个有钱人 这样的起点难道会带来幸福的婚姻吗 因为全世界都会给她压力 看到没有你当着我们所有人面娶了这个人 你不可以出轨 不可以有任何不好的心思 你必须对她负责 因为你承诺了要一辈子守护她 这样说来一场必须隆重的婚礼 就是柳妍安全感的来源 话说回来婚礼再怎么抓眼球 也不能够带来额外的幸福保证 只有两个人真心相爱 才是白头到老的真正保障 愿意嫁一个一个 一穷二白除了把自己留给你 什么都没有的 男人为孤啊 好 娱乐新天地陈夏寒余明江北京甜蜜报道 好的还是中心的希望在生活中的柳妍 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